如此絕對甜甜的滋味 不安的感覺 整夜都溫暖入眠 自我耀嘴 發揍自己再想念一遍 甜蜜在心裡面寶貝 喜歡你我確定不後悔 歌手鄭英生舉辦首張個人專輯 預告幸福台北簽唱會 卻不巧碰上颱風 天后不佳讓她登場前超擔心 滿尷尬的 很怕現場沒有人 幸好都擠在旗樓下 今天看到粉絲應該滿感動的 我很感動 跟在台中高雄的時候 因為那時候也都是下超大的魚 其實高雄的魚 好像比現在還大 所以他們全部的人 尤其是下他們的衣服全部都濕 我剛剛想說 我直接乾脆也站出去一起領好 儘管颱風來襲戶外刮風下雨 此中粉絲依舊到場支持 讓應生超心疼 前上會現場就連這位超級好朋友 也到場立庭啦 劉書宏來了 太大儀數了 來… 我其實先要祝福他 因為他圓了他這個歌手的夢 然後而且我覺得 英生是一個非常真誠 然後對人很善良 而且他又很有才華 是 因為其實已經知道 有兩首歌的詞是他寫的 然後希望他在未來的錄的音樂 可以帶給更多人的 不管是開心歡樂 還是孤獨的時候陪伴 然後希望他在音樂的錄 未來的錄會越走越好 除了笑聲給大家 歌聲也可以帶給大家 現在在華語界 然後他又是算是多槓青年 他除了拍戲 然後拍影片 然後又發專輯 然後又要做很多事情 大家真的很辛苦 就結論就是說 他是一個很棒的女生 剛上來那一上他覺得 真的有一點滿感動的心情 就覺得好特別 然後跟平常 跟平常在跟他講話的樣子 就是差滿多的 而且有那麼多人在看 對 有點害羞 還是其實有點像求婚的草段 沒有 哪裡像 這就多了 就哪裡像 怎麼都花這麼大 可是花那麼大 其實有點浪漫對不對 花那麼大 其實花很大有點就是困擾 因為拍照的時候 就是還要這樣 我們兩個手 已經快握不住那個花了 等一下要上車 可能有點困難 上車 要蹲上車那樹花 對 他可能要先進去 他要一個位置 劉樹洪的現身 讓音生又驚又喜 搭上主打歌曲 暗戀萬歲 讓氣氛充滿甜甜滋味 音生也透露 劉樹洪最愛的 就是這首歌 其實他一直重複播放的 好像是那個暗戀萬歲 他最喜歡的 謝謝 謝謝 你說什麼 他最喜歡這一首 有沒有說是什麼原因 沒有 但是因為就很明顯 就是他的喜好是那一首歌 就是他會重複播放 其他首就是會聽 然後再聽 順聽 但是如果那一首 他就會再重複播放 那剛剛那首歌的舞 你有跳過給他過嗎 沒有 就是在家不會偷練習 在家不就是 在家他也不是 他也不是整天在我家吧 對啊 講的是 他也被問出來 不是 不是 就講了我想說 為什麼我在家 一定會跳給他看 是視訊還是 你以為24小時黏在一起 對啊 你以為24小時黏在一起 別在那邊想要偷 而且我一直在想說 為什麼在家要跳給他看 喂 好啦 既然舒宏這麼喜歡這首歌 又有甜甜的可愛舞蹈搭配 下次作為獎勵 也許真的可以跳一下 Only for 舒宏 九張專輯簽唱會大成功 轉換為歌手身分的音聲 接下來還會有哪些精彩表現 就讓我們期待期待 繼續看下去囉 完全讓王強游東銘採訪報導 稍微休息一下 來 休息一下 卡丁給你這一群